欢迎收看星期六的周末午报 四名华裔男子持八冷刀砍伤马来青年之后 发现砍错对象 马上把伤者送院治疗还留下联络方式 让警方掌握了凶徒的身份 其中一名凶徒案发之后向警方自首 这种砍错人案11月27号下午1点半 在萨拉越古镜饮食店前面发生 无辜被砍伤手脚的伤者 当时搭乘朋友的车子前往饮食店 还没有下车便被凶徒拦截去路 挥刀砍伤 34岁的伤者称不认识凶徒 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 下一则新闻 马东普巫统代表莫哈默在迪 昨天在巫统大会上指 槟城的华人是依靠偏门致富的言论 槟城的总警长拉辛韩纳菲 否认这个情况 他还说在槟城的警方采取严厉的取缔行动之后 已经没有非法赌博击和卖淫活动了 他还请了相关人士到槟城走一趟 亲自见证一下 不过他坦言 地下万字场的确还存在 但这是全马各州都有的非法勾当 警方会严加追查 另外莫哈默在迪 今天再次强调 自己说的一切都是陈述事实 他针对的是非法业者 以及抨击执法当局放任偏门行动 要求警方和宾州首长对此采取行动 而他已经私下向马华的朋友解释其言论 来看一则国际新闻 尼致利亚北部最大城市卡诺的大清真市 在星期五祈祷仪式的时候 遭到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 另外还有枪手向逃走的民众扫射 至少造成120人死亡 270人受伤 上个星期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 辛鲁斯二世呼应民众拿起武器 对抗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伯科申地 那警方称 暂时不能确定枪手的人数 但估计至少有15人 4人在事发之后被群众击毙 其他人趁乱逃走 目前也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是人士 承认主导这起袭击事件 另外11月10号 东北部的约贝州一所南校 也曾经被炸弹袭击 当时学校的孩子在找会集合 突然一名乔装成学生的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引爆炸弹 造成至少46名学生死亡 79人受伤